爆料 爆料 这里有个偶像团体的大瓜 听说哥哥别闹了团的公司 接到了一个贼牛逼的表演通告 喜不喜欢 成员们为了争放松量 已经大打出手 场面失去控制 喜不喜欢 公司立即放出了大招 好了好了 别闹了 今天公司为你们准备了几个面试 通过四个模拟演出 让成员们正大光明地争夺出镜时长 我这个队叫天籁魔鹰 就擅长音乐方面的可以来找一找我 我这个队是灵魂舞者 我知道 哎真的分的 场上有很多会跳舞的朋友 喜不喜欢 模拟演出是个啥 就是个神仙打架群魔乱舞的公司 内部小分队表演了 一定要让我们队胜利 我说我们一共有一百秒的市场 是 一百秒 我们人美心善小选 到底要去哪个小分队呢 天籁魔鹰队 必须拥有姓名三 队长必须坑蒙拐骗 如果这边三选二选到了 你是我的必选轩衣快过来 我有非常丰厚的时间给你 嗯 哦哦不 是拉拢 吴轩衣入队 轩衣 你是我的必选 你看你开个试探 哈哈 张大大 草文琪 张凤 颜值这点水平 三个只能用一个 还有啊 听说丁一和武艺也都能唱能跳 庞总林陈克帆 据说也卯足了劲表示不服 可是这四个才选一个呢 一一的处境和陈克帆 一模一样 我本来也没多重量 我无所谓 哈哈哈 我的天呐 边角杯底层艺人的竞争 真的是惨无人道啊 按照这个严谨认真的选人标准 天籁魔鹰小分队只要凑齐三个人 就可以瓜分60秒出镜时长了 现在大瓜来了 团里面有个公司老板的青藏 what 哈哈哈 原谅小编可爱的忍讯不惊 实在是因为这个团成员也太命途多船了吧 哈哈哈哈 呃老板的仔非常嚣张 要无条件拿走 他参与的小分队一半出镜的时长 找出胆导弹者 胆导弹者 鸽是导弹者吗 也不是 看着也不是导弹者 我们也不是 我也不是 你们怎么可能让我和轩宜是并选 让武艺是三选一四选一的最低几率呢 那么他拿到这张竞争卡一定非常的可怕 那就是 导弹者 不不不不不是不是 什么都别说了 还是不能说一句话 这下可有热闹看喽 武艺出道也挺久了 怕是受不了这个气吧 啊什么 张大大可不是一盏剩油的灯啊 扬言要集体排挤他 让他强行退团 各位队员请注意 各位队员请注意 由队员使用技能 张大道 成为本回合 绝对鹰痴队队长 哦 哦 啊 他把我这个翻了 武艺张发和卢孙怡都再见 打车走 走 走 还有小公主吴轩宜 为什么想不开 要在流量头上动土啊 勇气无穷大 你和轩宜先去解决你们的问题 依照犯规走开 这是解决你们的问题 依照犯规走开 娱乐圈的清风炫雨 让小编激动的手发抖 我要立马把这个团的成员 怎么撕逼 如何硬生生把团员 排挤出去的大瓜 送到你嘴边 我 我想死 我现在 我现在想死 我真的 关注加转发 将抽取三位幸运的小朋友 获得明星 亲一笔签名合约一张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